猫咪出现吐血有可能是因为猫咪体内存在有一些寄生虫的缘故 当猫咪体内存在比较多的寄生虫 就会引起未肠道的损伤 导致肠道逆向蠕动出现呕吐 所以说平时一定要给猫咪进行体内外的驱虫 避免猫咪出现因为由于寄生虫出现的呕吐和腹泻 营养不良贫血的一些症状 然后再考虑猫咪可能吃到的一些比较尖锐的异物 划伤食道所导致的胃肠出血 这种情况就需要避免猫咪去接触到这一类的东西 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是否有异物 然后再考虑进一步的处理 然后再考虑猫咪可能是普通的一些出血清胃肠炎 这些也需要结合血液检查报告 才能进一步的诊断 然后才好进一步的治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